大家好 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很高興有機會分享詩篇119 過去一年也很感謝大家支持我們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課程 接下來2024年我們亦有很多活動課程 特別我們有張祥志老師或是Dr. Stephen Notley 跟我們合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的Facebook IG和YouTube 跟實我們的資訊報課程 並且記得要介紹給你們的朋友 把我們的教導帶到更遠 今天我們的教導會集中在詩篇119 今次是第18個字母Zadid 大家會覺得這個字有點似曾相識 因為這個字和第16個字母Ien稍微有點相似 好像一個Y字母 但有一點分別 開口比較窄 佔字母一半左右 而你覺得它很熟悉的原因 就是你只聽Zadik這個字 如果你有學過希伯來文 又或者聽我們的教導 應該都不太陌生 都會經常聽到在聖經裡出現一個字 就是跟這個字的音很相似 那會是哪個字呢 如果大家看到今天我會集中分享的部分 137節到144節 在第一句的第一個字已經看到它 就是Zadik Zadik這個字是正確公義 而在這8節中 你會重複看到 例如1、4、2節 你會看到那3個字母 不過它換了少許形式 有一點發音不同 就是Zadik 是一個公義的Noun form 這個字去到現代希伯來文 仍然會很常用 甚至乎你去到以色列 看到有人拿著錢箱 可能問你Zadikah 其實就是把這個字延伸了 另一個意思就是行公義 即是希望你去施捨、憐憫、捐助 所以這個字真的很普遍 而剛才我們在這8節中 已經看到至少有3次出現了 每一節的第一個字 可想而知 今次這篇詩 都很集中會看的就是公義 接下來我們會去看中文 而在中文裡面 當然是無法把剛才所說的Zadik 這個字頭放回第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一如既往 我們都是highlight了 你會看到以Zadik這個字 翻譯中文 就會有公義、命定、如同火燒、精煉、微小、患難、公義 有這麼多字在裡面 我覺得從詩篇裡面 真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學習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妨可以翻查原文 哪個字對著這些紅色的字 大家如果看到我 都highlight了另一件事 就是我用了一個小小的 好像四方形 豁著的就是 原來除了在第一個字頭出現之外 公義這個字在內文也有出現 所以整篇詩出現了五次 所以更可以引擎一件事 今次這段詩 詩人真的很集中 希望我們會看到公義是什麼 我們如何明白神的公義 神的公義 在Peter老師 神的名字系列裡面 曾經都有分享過 大家要記得 公義不是我們想的社會公義 或是關於法律 而很簡單 神的公義就是神的標準 如果神的標準定是善、是惡、是好、是壞 那個標準就為之公義 是無法讓步、無法改變的 今次看這篇詩 我們一提到公義的時候 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記住這個項目 神的公義是他的標準 接下來我們會逐節逐節去看 詩人如何形容神的公義 我們也會像平時一樣 有一個圖表 有經文 有關於神話語的關鍵詞 他的解釋 他的次數 以及詩人如何回應 我們由137節開始 要說你是公義的 你的判語也是正直的 判語Mishpatim 說到神的典章 他的一些判斷 通常這些訓令都是幫助人與人之間 在社會如何生活 以至到活出來的生命 是看到神的公義 而詩人用Yashah 去形容神的判語 這個字就是 中文譯為正直 在一本關於舊約的詞典裡 有提及到 逢親Yashah 去形容神的屬性 而是關於他如何在他的子民作王 關於他的教導 他的判斷等等 等等的時候 這個正直 即將神與他的子民 連上了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裡 會見到 詩人提醒 神的公義不只關於神 亦是關於神底下的子民 我們去看138節 你所命定的法道 是憑公義和智誠 法道就是adduce 大家聽到這麼多課 都會記得 法道通常都是關於一些律例典章 可以去見證上主 而且那些教導 都與如何學習尊敬上帝有關 接著看到智誠這個字 聽起來好像很老實 但如果你一看原文 這是一個我們熟悉的字 就是義滿 簡單來說 就是堅持在一件事裡 行定不義 詩人用公義和智誠 去形容神的法道 如果這兩個圖 放在一起 會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如果說得白一點 就會簡單去明白 意思是 神的法道是永遠的公義 他的公義是永遠不變 去到139節 我心昭急如同火燒 因我敵人忘記你的言語 言語就是dava 亦是我們機構的名稱 神的話語命立就立 是有權並的 但竟然有人 是夠膽忘記神的言語 而且大家有時候會聽到 我們常常說 古代的世界裡 很少是一些很抽象的用詞 忘記就是不行動不動 即是這群人 詩人形容他為敵人 這群敵人 忘記神的言語 而詩人對這個現象是怎樣 他心焦急如同火燒 是一個很劇烈的形容 心焦急 這個詩是一種很強烈的情緒 有時候強烈到一個地步 可以形容憤怒 疾度 特別在愛情裡 你容納不到第三者 而我們看到 雷真宗日本 就把這個詩的不同道向 都嘗試放入中文解釋 他用了道粉這個詩 我們可以看到 詩人對著這個情況 非常火滾 非常強烈的情緒 完全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愛神的話語 他裡面如同火燒 這種火燒的程度 劇烈到一個什麼地步 根據字典所說 Semart這個詩是意思毀滅 這種情感毀滅了他的地步 我們可以看到 詩人如何緊張上帝的話語 亦緊張上帝的話語 是否會被人尊重 被人走 我們在看這三節裡 看到有一個小小的結構 由詩人一開始宣告 接下來說到神話語的公義 有時候是智誠 有時候是智誠 然後我們會看到 詩人會說出他的反應 如何 他面對的處境 如何 這個圖案 我們會看到 繼續下去 第140節 你的話極其精煉 話 一提到精煉 很多時候 我們會馬上想 會不會意思是長話短說 你說一個小時的事 可不可以用一分鐘已經說到 這種就叫做精煉 但如果精煉 我們看看原文 Saraf 就會看到 其實他不是太關於內容 或是時間 他是一個什麼圖畫 他是一個人用很高溫 去提煉一些物質 我們想到 在這個高溫的情況下 只有最厲害的物質 才能留得低 在火爐過後 留下的都是最精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詩人很厲害 他用這個圖像 去形容神的話語 是可以經過試煉之後 留下來的 都會看到 越煉越精 因此詩人有一個回應 他是喜愛神的說話 喜愛這個字 是我們常用的 A half 然後在141節 我們未看之前 當我們看到 神的話語很精煉 很公義 詩人很喜愛 下面應該是一些正面 很正面的東西 誰知到141節 就是這樣 我微小被人藐視 卻不忘記你的憤慈 他的處境似乎是比較負面 會有人藐視他 有人看他不起他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但縱使是這樣 詩人說他是不忘記神的憤慈 Pikudim 憤慈 這個詩是說到 神會將一些事情交託在人的手裡 去管理 去照顧等等 所以我要簡單來說 憤慈是甚麼 憤慈是神交託的任務 是神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 再簡單來說是甚麼 這句詩是說 雖然我是渺小被人藐視 但是不會忘記 神有任務在他的身上 他不會忘記神有公才在身上 他不會被自己的情緒 即被人藐視 心裡不開心 不會因為這樣 而忘記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要為神做的 所以這裡詩人的回應 就是不忘記 去到142節 又回到神話語的屬性 你的公義在原文道出現了兩次 永遠長存 你的律法 Torah 盡都真實 Torah 我們常常聽到 闊義是神的教導 而這些教導總會幫助人 在心和靈裡都有一個成長 越來越聖結向著上主 我們看看 這麼厲害的神的律法 這麼真實 這麼公義 結果是怎樣 一到在詩人所面對的處境裡 又回到 我遭遇患難仇苦 你的命令卻是我喜愛的 即使詩人一直是很著重神的話語 神的公義是很肯定的 但他面對的處境 就是有很多患難和仇苦 不過這樣 即使如此 詩人也是認定 神的命令是他所喜愛的 而命令就是miss va 我們都很常聽 就是一種commandment 一種指令 一種吩咐 而通常這些命令 都是幫助人知道自己的崗位 或者範圍 譬如我們在《摩西五經》裡 有很多在《利美記》裡的commandments 都是被祭司 有一部份是被利美人 有一部份是被平民 藉著這些commandments 這些命令 就會知道自己該如何在自己身份的位置活 有一個字我希望大家留意 患難 患難 在《聖經》裡可以由不同的字形容 但詩人這次獨特地選了一個字 就是za 而za這個字就是解敵人 可以如何理解 詩人的痛苦 全部都是來自敵人 由敵人帶給他 接著我們去到最後一節 縱使在這麼負面的情況下 詩人作一個總結 144節 你的法道永遠是公義的 求你賜我五性 我就活了 再一次重複法道 法道就是見證神 去尊重上帝 這對詩人來說 就好像有一種使命 我要在我的生命裡 永遠見證你的公義 現在我欠的只是一件事 求你賜我五性 誤性就是變 這個字常常在詩篇裡 我們會看到的 求上帝給他一種能力 去明白是理 去分辨是非 所以呂振宗的譯本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 求你使我明白你 明白了你的道理 以至到我知道你的律例 怎樣解釋的時候 我就可以活 我一旦知道你的公義是如何 我就去行 這樣我就是活 讓我活著 我們見到詩人十分之厲害 短短八節詩裡 我們見到神的話語 如何深深吸引他 他被這些正直的判語 公平至誠的法道 精煉的話等等 吸引著他 他一生就是癡實成的話語 非常厲害 我們都彈完我們的生命 都是這樣 一如以往 我們會去看 詩人的內心世界 去明白他的信息 而今次 詩人面對的處境 我們一看這篇詩 搜集資料回來 都見到極為不妙 身邊有很多敵人 而且這些敵人引起他很多患難 和受苦 所以如果我們真正明白詩人想表達的是什麼訊息 似乎我們都要落默一點 去看看他所受的痛苦 這篇119篇是誰寫的呢 我不知道 但我們見到詩篇有很大部分 都是由大衛去寫 或者以大衛的生平作借鏡 所以我們在這篇詩內 都會用大衛的生平去看一看 究竟詩人面對的處境 的困難在哪裡 首先看看敵人 一提到大衛的敵人 大家一定會記得 就是菲利士巨人哥利亞 而這個哥利亞在聖經講 真的藐視大衛 看到他這個臭小子 那麼英俊 又好像不懂得打架 就說找一顆棍 當然面對著外敵的戰爭 是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但我們看到 在聖經裡描述大衛的一生 很多的痛苦 其實也不是來自於外敵 有很多時候 是來自他身邊的人 例如他們的家人 根本看不起他 又說他 還有他的外父王 是一個王 蘇羅 到後來還要追殺他 拿他的命 還有 連他自己的親生兒子 都要出賣他 所以他一生人 裡面有很多的痛苦 其實是來自哪一個呢 是來自裡面的人 甚至可以說是內敵的 為什麼大衛會受到這麼多苦呢 如果我們以大衛和蘇羅的關係 去做一個參考 你會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 其實大衛沒有做過什麼 純粹是因為上主有一個判斷 他的判斷 他的判斷是覺得蘇羅 不再有資格可以做王 他如果繼續做王 這件事是一件惡事 而在上主的眼中 大衛很適合做王 他在那個位置 是一件善的事 這是上主作出的判斷 這是公義的 這是他的標準 是他的看法 而大衛只不過是因為一個正確的人 去了一個正確的位置 在做正確的事 導致怎樣 導致蘇羅的妒忌 要殺了他保自己的王位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大衛和先人都是一樣 可能真的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只不過他們是堅持 上帝是公義的 他的判決是公義的 就在正確的位置裡 所以就被人妒忌 所以被人藐視 這種痛苦 真的很難堪 因為你自己沒有做過什麼 純粹是做正確的事 所以更加痛苦 你會問 這麼痛苦 有沒有辦法避免 人生常常都是要找方法 避免痛苦 很多人都是這樣 其實是有的 是有一個選擇 選擇就是 只要你 ignore 你不要理 上帝怎樣說 保持現狀 你好我好 這樣就可以了 你把神的盆餘 放在腦後面 拋住腦後 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這樣也可以 其實有時候 大部分都是這樣 不過大衛和私人 絕對不是這樣選擇 我們看到 無論是私人也好 大衛也好 他們被人藐視 看不起 他們多痛苦也好 他們所選擇的是什麼 他們選擇的是 不忘記 喜愛神的話語 而且還會是怎樣 有一份對神的話語 激烈的感情到一個地步 就是人們不守 他也有種想死的感覺 你毀滅我 有一種激烈的情感 我們可以看到 詩人和大衛 都可以說是壓上了自己的生命 這樣來遵守神的法道 神的話語 你說要壓上生命 去堅持 去證明神的法道是公義 這件事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我都很承認是非常困難 要不是因為難 詩人就不會專程 要在這段詩 或者整篇一九的詩篇裏 去表達他的經歷和他的心得 所以我們既然一起研讀這段經文 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看看對於詩人來說 他如此困難 為什麼他可以做得到 要研究詩人的心得 有一件事我們一定要看 那件事就是價值觀 價值觀對於人生來說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正確的價值觀 就會行差答錯 甚至毀了一生 在這篇詩裏 在這篇詩人的價值觀非常清楚 因為我們看到 所有關於神的話語 他的判詞 他的法道 他的言語 他的話 他的訓詞 他的公義 他的命令 他的法道等等等等都好 全部都成為了 詩人生活的價值觀 所以他是很清楚自己應該怎樣去行 而價值觀這件事 又來自於哪裡呢 價值觀這件事 其實是來自身份的認同 這件事 怎麼說好像很含糊 但你想一想 你平常生活 你就會知道 譬如舉我自己為例 我做別人的女兒 這個身份的時候 自然我家就大了 或者別人要遷就我 但是當我做了別人的母親 是另一個身份的時候 自動波 我就會犧牲很多 或者是照顧了小孩的需要 你對於你的身份 有一種什麼的醒覺 有一種什麼的認同 自自然而 你就會設定自己的價值觀 跟著這個身份而走 這次在這篇詩裏 我覺得最令我學到最大的功課是什麼 究竟詩人是把自己定位在哪裡 以至到他可以找到神給他的價值觀 這篇詩出現了很多次 神的判語 神的法道等等 以你的去形容 而這篇詩裏還有一樣東西 是屬於神的 那樣是什麼呢 在140節就出現了 你的僕人 這個你的僕人 就是詩人自己 他看自己是神的僕人 是屬於上帝 上帝是公義那位 他在這篇詩裏 一開始已經宣告了 而自自然而 他都知道自己作為神的僕人 他要怎樣 他都要表達到神的公義在他身上 他所行的 他所說的 他所經歷的 都要證明到神是永遠公義 當我們看到詩人 是找適合他的身份 他的價值觀 牢牢地抓住神的說話 他的生命非常有力量 他是見證著神 是一位公義的神 當我們知道身份認同是這麼重要 我們都要做一些反思 究竟今時今日 在基督群體裡 我們是有什麼身份認同 我們又如何走 我們想起很多人 其實剛剛回教會的時候 開槽 可能因為生命有些困難 有好好的大英姊妹 去安慰他 去照顧他 所以他回去教會 這是挺正常的 但日積累之下 和這群人 可能他帶著這種動機來到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過 一直都是想要別人照顧 一直都是想要別人安慰 甚至乎信仰去到十年八載 仍然都好像淑寧的BB 我看這群人 其實他看自己 為什麼一直都不進步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將自己的身份認同 成為了一群什麼人 就是神的 不是仆人 他認為自己是神的寶貝 所以他有什麼需要 就需要別人滿足 他有什麼困難 就需要別人幫忙 完全是很難成長的 當然你會說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他也不是一些傷天害理的事 但其實我們想心一層 首先 當自己是神是BB的人 第一 不是神的寶貝 他真的不會像仙人一樣 如果有困難的時候 他也會仍然發揮 作為神伯仁的功能 這也不要說 沒有發揮功能 沒有說 有時候 這種以神的寶貝 這種身份價值 在信仰群體裡 很多時候 造成了很多傷害 特別是靈命的發展 我們可以想像到 一群熟齡的BB 大部分 無論多少年也好 都會如何進步 一起在教會 其實教會是什麼 其實教會變成託兒所 就是照顧這些BB 人生有困難的時候 會怎樣 你總會找到一些原因 你愛他 你包容他 不用他進步 又或者可能在群體 變成了一個主流的思想 有困難就是不好 我們都要互相幫助 互相消滅這些困難 你就會給予很多藉口 甚至乎在聖經裡 拿一些話語出來 去解釋 為什麼不應該受這個苦難 我可以想像 我不要舉現在的例子 怕得罪人 不如看看聖經 拿回大衛和蘇羅的例子 我可以想像 蘇羅在一群 托兒所識的信仰群 會怎樣處理他 其實很簡單 應該會這樣想 蘇羅和大衛 不如我們坐下來 溝通一下發生什麼事 雙方都聽過之後 嗯 蘇羅其實你的情況 我都很明白 心表同情 試想一下蘇羅 他失去那個位置 很慘 你要想一下 其實他之前 又沒有前居 又沒有可鑑 沒有人做過一個 被人被選孫為王 不能成為你的借鏡 你做得不好 你很green 不懂得做 這是正常的 還有就是 你想一下 蘇羅 武功也有勞 有帶領子民 現在不讓他做王 要搞到他這樣 很慘 你再看下去 嘩 大衛 你會發覺大衛是很不行的 正正因為大衛的存在 令蘇羅是怎樣 精神崩潰 睡又睡不到 還要交跪 在這種軟弱無力的群體裡面 我相信一定會 一切都是因為大衛的錯 一切都是大衛帶來蘇羅的痛苦 大衛一定是不對的 這個例子 可能你會覺得很誇張 但想深一點 在你在我身邊 不是都發生這些事嗎 那個做得對 在對的位置 在做得對的事情裡面 在行神的公義的時候 往往那個人被人指責 被人誣蔑 被人唾棄 這不是正正 很多時候 我們都在身邊 聽到的一些信仰裏面 群體裏面的故事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知道 擁抱一個正確的身份認同 是這麼重要的話 我鼓勵大家 挑戰大家 我們無論什麼光景也好 我們真的要放下 我們是神的寶貝 只是這樣想 當然 我們人生真的會遇到痛苦 我們需要神去安慰我們 但我們一生人流流長 我們都很應該要拿起 我們是神的仆人 好像詩人一樣 這個身份 我們堅定不移 我們要像詩人在141節所說 我們是不會忘記神的分子 我們剛才說過 這個意思是要讓神 用到 我們附託我們 可以做到 無論如何困難 我們是堅持的 並且我們只有在困難時 我們才有機會 見到神話語的美麗和良善 一定是經過困難 我們經歷過靠著神的德性 我們才知道神的旨意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的群體身上是美善的 所以我們堅持這種身份 我們繼續 無論在困難 在事宴裡 我們堅持神的公義在裡面 這個挑戰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我們唯有的就是互相扶持 我們去仰望上帝 特別是求上主欠我們一種誤性 我們每次遇到風浪的時候 讓我們看回我們所學的神的話語裡 有哪些可以幫助我們 帶領我們經過這個困難 有哪些可能在困難裡 見到自己的問題 真是自己要改 我們希望這樣一步一步 日漬月累 成為神的一個很忠心 很公義的博人 就是這樣 我們押上我們的生命 去完成這個使命 今天我們分享到這裡 我但願我們都能夠一起 在這個真道上 就是堅持我們作為神博人這個身份 然後祝福大家 結束 有人會在抓 一山 離任而 可以看到